約我們今天來挑戰 好不好 我們用 爬的上東京鐵塔 請我 我不要請你喝飲料 我可以幫你買門票 這個角度照好美喔 我們今天打算用走樓梯的方式 上東京鐵塔 我們要過馬路 對面就是東京鐵塔了 不過現在有點下雨 來過蠻多次東京的 第一次跟東京鐵塔靠這麼近 很漂亮耶 在爬樓梯之前要補充一下能量 這邊有賣可麗餅 幫大家看一下 它有M1跟M2 是在150公尺中間的地方 上面是250公尺 就是最高 比較小的這邊 應該就是我們可以到達最高的地方 門票部分有分 以大人來講 如果你只要去中間 1,200公尺 要到最高的地方要3,000公尺 那這邊有個圖示 你要爬樓梯的話 要從頂樓RF 爬上去 跟大家講 我們買好票了 他跟我們說 最上面那一層 目前是關閉的 他有給我們一張紙 告訴我們怎麼走 買票是在這邊 那等一下我們就從側邊這邊 走到頂樓 那到五樓他們的屋頂 就可以走樓梯 到主要的展望台 然後最上面的今天沒開 其實從一樓到五樓有電梯 可是 我們這次就用走樓梯的 在二樓到三樓中間有個廁所 先上個廁所好了 不然等一下中間可能沒有廁所 我們順著走上來 快到頂樓了 呦呦 不要走那麼快 等一下老人家好不好 哈哈 慢點啦 外面就可以看到鐵塔的下面了 有點喘 給大家看一下 哇很美耶 哇 然後這邊有個標示 如果要往上爬往那邊走 我們要準備上去啦 這邊有個驗票的地方 謝謝 謝謝 還有給我們兩張 這一個 感覺是一個認定的證 上面寫著十分之一 阿呦不見了 呦呦你等我啦 呦呦 這邊有寫個十六段 聽說總共有五百階 呦呦不見了 呦呦我是來看美景的耶 呦呦你不要跑那麼快啦 可惡的阿呦 已經不知道跑去哪了 日本這邊 屍外可以脫口罩 這邊啊 只有 六日或者是假日才有營業 強風跟下雨啊都沒有 總共有五百階啦 你現在已經走到六十三了 我們走了 幾分之幾 走多少了 不知道 他走到一百階了 現在七十九 總是我們都五分之一了 嗯 差不多五分之一 我們就是要走到這邊 今天最上面沒開 快一點速度速度 很累啊好不好 然後他有做一些 這種問題的 就是讓你不會太無聊 答案是一還是二還是三 速度速度 不需要速度 啊 怎麼了 等一下我跟你講 這邊還可以往外走耶 不行 啊這邊擋住了 啊 有點累 走吧 好 快一點 你說快一點 我背包很重耶 我的也蠻重的啊 有人要想幫我們來交換 好啊 有人一次還可以走兩步 太過分 我先跑到上面 然後我們再交換 我先 我先在上面等你 一百四十三階了 我走到五百 我去走 我直接跑到五百階 這樣我一個人會很孤單耶 拜拜 不要啦 等我啦 這裡一百五十階 這裡一百五十了 不是 我說這一階 你可以看那個問題啊 這邊有Q2 然後他再等一下會有解答 是喔 對 他問你面積 其實我看不懂 他在問什麼 喔 算了不看了 哇很漂亮耶 從這個角度看東京也很不一樣 我覺得我運動量應該夠了 來東京就是不用怕胖 因為其實走走的 在搖耶 東京鐵塔 感覺在搖耶 在搖啊 他一本就是會搖的 然後我剛好有看資料 東京鐵塔 跟巴黎鐵塔的高度是差不多的 可是 東京鐵塔用的那個鐵劍更少 技術就是用的又更不同 太走一半了 這邊是Q3 那上一個Q2的答案 也有寫在這裡 老人家很喘 哈哈 又又已經把他跑去了 現在走到242街了 這邊大概 應該已經十幾樓有了 又一個小朋友 跑上去了 又有另外一個小朋友 逃過我了 我整個走起來算是很舒服 就是風很大 其實我講話沒有很喘對不對 又又妳居然有等我 沒有 我就知道妳累了 我本來想說趕快上去 然後呢 就 就可以打電動了 但是發現沒有 會沒有網路 所以才等我對不對 可惡 會累嗎 還好 她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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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妳人打我屁股太可惡了 嗯 用什麼做的 答案是 鐵管 不是主持 主持 這個什麼問題啊 這個 不是 對主要是用哪一個 她是說塗料吧 是不是 我猜是竹子 不曉得 都在搖耶 東京鐵塔 對啊 它把就會搖啊 塔都會搖啊 好可怕喔 我想走出去看看 不知道可不可以走出去 你覺得可 有可能嗎 就是 可能要更安全的設施 我想從最下面 這樣爬爬爬爬到上面 感覺很好玩 對東京鐵塔其實看起來是細細的耶 走吧 她在搖啊 在搖啊 今天風氣有點大 哇 妳看妳會跌倒吧 這樣妳不要逞強 哦 呵呵 三三九了 那個老人家好意思說我 那哪是老人家 你不是嗎 我只是 我只是不好意思超過你 然後可以這麼近距離 走在鐵塔的旁邊 我覺得是一個很不一樣的體驗 有來的我覺得也蠻推薦的啦 如果天氣好又是架子 真的可以走一下 現在 387階 速度速度 景色又有點不一樣了 不到403階了 你那麼喘喔 最後100階小心被我超越 等一下就要超越你了 那我先到500階了來吧 唉唷很舒服 走到越高你會覺得風越大 他的樓梯就有那種 救生梯的那種結構 就是有兩邊交錯的 就兩邊都可以同時上同時下 可是他其實也有下街的一個挑戰 如果你想要走下來也有這個行程 跟往上走是分兩邊的 就不會撞在一起 應該快到了吧 這邊變比較暗了 你看旁邊的人就是再往下走 不會跟我撞在一起 你看 現在 已經到 499階了 往後 已經看不到外面了 目前走到500階 總共好像是600階才對 目前走到531階 這邊有個轉折 我是要走哪一邊 這邊不能開 我是要走這邊 有有 不是500階嗎 是600階喔 沒有到600 沒有到 有啦 這邊有寫600 我幫你 幫你照相 代表你成功了 我們要再往上走 應該快到了 到了 真的流汗了 給大家看一下 遇到熟人了 怎麼走完了 輕輕鬆鬆 我都沒有流汗 你看起來很喘耶 我沒有很喘 我有沒有還想要再爬上去 很累嗎 還好 還好 他都沒流汗耶 我也沒流汗啊 你看起來很喘 你要趴跑的然後你在追對不對 沒有 那你們真的在15分鐘內走啊 蠻快的 蠻快的 頂多20分 對啊 喔真的喔 那值得嗎 還蠻好玩的 就好玩嗎 裡面的樓梯有什麼 樓梯就看鐵塔啊 旁邊都是鐵架 紅色的鐵架 然後你會覺得東京鐵塔好像很細啦 喔真的喔 看起來很細啊 對啊 悠悠說會搖 對啊 還蠻好玩的 我就覺得很可怕 因為我自己看那個時候 我就覺得好像很空 感覺很紅 剛剛悠悠跟拉伯走了 然後他們說 其實沒有很可怕 所以我想說我要走一下 他這樣搖耶 到底會不會搖啦 會搖我就不想走 超級搖的喔 很可怕喔 他會這樣搖喔 超可怕的 如果他很大 我等一下就走回去 我就搭電梯 是喔 對 他如果很可怕 我就要走回去 我決定呢 我要先把他口罩拿掉 因為這邊已經是室外了 這樣比較不會喘 他是整層都是像這樣子 有網子是嗎 對啊 那還好啦 我以為會下面 我以為會地板會是空的 所以我就覺得 那應該還好 OK的OK的 好冷喔 天啊 這風很大耶 爬完東京鐵塔 太辛苦了 我們要來吃 我們最愛吃的松屋 好像沒有在外面點過餐耶 之前都在裡面 我要喝啤酒 這是我們全部點的 我記得以前松屋 是他會把這個收走 然後會直接把菜上給我們 現在不是 現在那邊有一個叫號的窗口 如果準備好了 就拿對應的號碼 直接去換餐 給大家看 最喜歡來吃松屋 就是很棒 這邊有肉 又有酒 再配一點蔥花 還有湯 超棒 吃毛什麼 是 吃毛呢 特胆 是 我 吃毛呢 是 吃毛呢 今天